實演煤氣爆炸12死138傷 引爆網絡驚動雜禮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段五節前一天的6月13日上午 湖北實演時章灣區賽市場煤氣爆炸後造成巨大傷亡 這件事引發大陸網絡高度關注 連續多個事件遲條登上熱手網 這件事也驚動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6月13日上午6時30分 湖北省石燕市章灣區燕湖小區一個賽市場 發生煤氣爆炸事故 當日下午2時46分 中共央視說截至當時已搜出150人 其中12人死亡138人受傷 其中37人重傷 大紀元記者採訪當地民眾 有人表示還有很多人沒有救出來 另有民眾說早上8時多 事發地的民眾就被遣散走 之後當地全部戒嚴 只能出不能入 另有網民表示 事發時大家都在買菜 菜市場一樓全跨 二次爆炸將消防車都炸了 300米外的玻璃都震碎了 還有網民說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賽市場 事發時已經在營業 買賣蔬菜的、吃早餐的人很多 這個市場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 比較老舊 周圍是居民樓 我看到消防車被炸毀 有消防員受傷 估計是接到煤氣洩露報警 在現場處置過程中 遇到明火或靜點發生大規模爆炸 這件事引發全國關注 在大陸網絡上 也引發高度關注 大陸微博熱手榜上 還有四個相關熱手 如湖北實現燃氣爆炸現場居民發聲 實現爆炸事故以至11人死亡等 其中 實現爆炸事故以至11人死亡 在下午5時半 已有超過3.4億的閱讀量 除了微博熱手 百度熱手榜上 多帶6個相關輸條 如湖北實現燃氣爆炸以至12人死亡 實現爆炸傷者說 氣浪將我推出3米圓等 網民除了表示希望不要再有大的傷亡 還有更多人對現場的慘狀感到痛心 不少網民表示 現場好像戰爭之後的廢墟 一些帖子是這樣寫的 現場真是一片狼藉 慘不引倒 今次爆炸真是威力巨大 波及範圍亦廣 可見發生的時候 是多麼驚討海浪 今年眾大事故都成了家常變化 幾乎每天都有事故報道 實現時事長昨天才當選 今天就大爆炸 緊急救援的同事 不要忘記深度追責 可憐了 湖北的老百姓逃過了疫情 逃過了天災 卻避不過天然氣爆炸 沒有人逃過人禍 省委書記、省長、落臺啦 這件事亦驚動中共中央 13日晚間央視新聞說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 今次重大傷亡教訓深刻 要求盡快查明原因、追究責任 他還說 近期全國多地發生生產安全事故 校園安全事件 要求各地增強政治敏銳性 全面排查各類安全隱患 防範重大突發事件發生 習近平的落腳點 是在穩定及為中共建黨百年的氛圍上 報導還說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亦發話 要求全力救援和救治 查明事故原因 嚴肅問責 李克強亦承認 近期安全事故呈現多發勢頭 要求扼制中特大事故的發生 另外 由於事故傷亡重大 一度有消息指拾演市血腹告急 但點時新聞說 拾演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指 血腹告急的消息可能不實 但不少網傳視頻顯示 當地市民排長龍在愛心血站捐血 澎湃新聞報導 血站獻血熱線一名工作人員說 該市各個採集點都排滿了獻血的人 好多謝大家愛心 但出於疫情防控等原因 建議市民今天站不前往採集點獻血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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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